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章鱼的玩具 今天我们继续回到Marvel Legends系列 来说十周年漫威的Mark50 奇异博士以及面霸的三人套装 首先外盒前面是一个经典的透明橱窗 而背面有各种键哨 侧面甚至有一个像概念艺术剧照的这种片段 说是十周年它每一个侧面都有这样一个画面 组合起来就是一个长卷 好,这就都拆出来了 这就是本次套件所给的所有的主体和配件了 Mark50给了一对透明的手部喷射的特效件 并且还给了一对握拳的手型 面霸则是给了一个严肃表情的凑雕 而奇异博士则多给了一个握持的手型 以及多了一个透明的煎饼 首先来看Mark50 缺少了金属红的烤漆涂装 铁人的感觉大大打了折扣 完全没有那种钢铁侠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造型还有机械纹路的刻画又都做到了 但是塑料上又有一点缩胶 看到细节部分,黄金颜色的涂装 还有银色的涂装 身上这些发光的机构都是有涂装出来的 但是都是有一点点那么差强人意 甚至有一点溢色 眼部的涂装也是非常的粗糙 而且这个胸灯中间涂了一点白色 但是没有涂全 质量就不是很好 而背后也能看到非常饱满的造型刻画 但是就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这里我们拿出万代SHF的Mk50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有了金属红的烤漆涂装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又可以发现 海之宝的Mk50体型上又比万代的要饱满和雄壮一点 我在咸鱼搜到了一些大佬他们进行重图的海之宝Mk50 进行了重图以后 这个Mavle Legends的Mk50可以说是起死回生 不过这里我就不到图了 大家可以去咸鱼搜一下 而灭霸的主体还原度是非常高了 身上所有的金色都有涂装 甚至在胸甲的部分还有金色的暗纹 整体的体型和神态都是非常还原的 仔细看头雕的部分刻画非常的深邃 真的很接近了 但是整体的材质表现除了身上黄金的部分 以及无线手套上的几个宝石 其他都是塑料原色 这里就差强人一点了 但是灭霸整体给人的感受还是非常棒的 到了奇异博士的部分 首先就是要看它头雕了 这个马脸的还原度非常的高 也不知道它是涂装了哪些地方 它整个面部都是涂装过了 不错不错 这个还原度真的很好 而整体的造型也有做颜色和材质上的区分 还可以 虽然说涂装也不是说尽善尽美的 很多地方也没有做分色 甚至连分件都没有 可以看到它的腰带部分是完全没有分件的 只有一点点银色所扣的分色 披风的内部很奇怪 它做了一些纹理上的表现 但是披风的背部只做了雕刻上的刻画 完全没有分色 那为什么里面做的这么仔细呢 可动方面三款人偶都保持了 Marvel Legends以往的特色 就不多做赘述了 本次的Mark50整个身体 它都是没有可动的 这里做出了吸声 它这里胸灯额外可以点亮 而身体的背部有一个可以拨动的按钮 往左拨就是长量6秒自动关闭 而往右拨就是长量15秒自动关闭 奇异博士则是在右臂上安装了两个透明件 这里是固定死的 表现了它正在使用时间保时的一个效果 这里还挺好看的 但是拆不下来玩法上就很不自由了 而披风上可以看到可以拆除 背后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可以固定在背部的孔洞上 而这个项链也是独立分件的可以取下 这里我们给灭霸按上这个时间保时的项链 小东西还蛮别致的 而灭霸这里的可动呢 哇这个腰部的可动 好灵巧啊 别看是个胖子 灭霸的无线手套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保时啊 都是圆形的 并不是很细致 听说组合人版本的灭霸 每个保时呢都是那种 凹凸不平的会更真实 那就最后总结一下 这次的Marble Legends三巨头组合套呢 Mark50啊 我反正是洗不动了 它这个实在是只有冲突大佬 可以拯救这个人偶了 而奇异博士呢 马脸的长度非常的还原 整体还是挺好的 但是右臂的后面剑无法拆除 导致它的造型比较单一 而灭霸呢是这三款中啊 还原度最好的 而且本身灭霸它就不是人嘛 如果大家想单收的话呢 我觉得单收一个灭霸是最好的 而这个Mark50啊 价格也是跌得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拿来 练练重塗的手艺啊 买一个来玩玩也还可以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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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